歡迎收看直人工廠 今天就是來硬核工廠這邊做一個開箱 然後各位都知道我有在用Shape3D畫圖 這一次就是要開箱Riverpoint的新掃描器 所以我掃描了一個安全帽給PIN的設計師Charlie 幫我設計了一套非常精緻的釘封液 但是因為我剛好PIN的鏈機送去保養 所以就想到黃小傑之前都用硬核工廠的線上估價系統 就請他們去做代印 昨天晚上臨時就來試試看 沒想到隔天就可以取見了 這個就是我用Shape3D掃描完做逆向的成果 如果想要知道逆向的過程 可以去加入我的Shape3D中文非官方社團 裡面有設計師Charlie分享他的建模過程 那這個線上估價系統 我們就先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使用硬核工廠下單非常簡單 把你要的檔案轉成STL之後上傳到他們官網 上傳完畢也會有圖案預覽可以使用 這時候他們有很多方案可以選擇有光固化PLA等等不同材料 那會依照你的天數有不同的報價 付款方式也是非常多元喔 除了銀行轉帳也可以使用信用卡跟蝦皮一樣方便 如果說你有公司報帳的需求也可以即時產生報價單 各位可以看到安全帽現在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畫上面的小地封印 那我現在就來直擊硬核工廠內部的運作流程 就是從你下單開始啊 他到底後面的AI系統他們是怎麼去處理你的訂單 我們現在就請硬核的業務經理小明 來帶我們跑一次這個流程 讓大家知道說下單之後他們是怎麼樣用他們的專業來去處理你的訂單 嗨大家好我是硬核的業務經理小明 那像直輪工廠這邊直接下單的時候 我們的工程師就會看到3D圖檔 那就會直接下輪下來做成切片 那像這個列印鍵啊是我們最喜歡印的東西 它就是薄殼鍵 那薄殼鍵呢因為它輕所以會比較便宜 那像有些客戶會有實心的鍵 那實心鍵呢印起來的重量啊本身就會比較重 像這個是191克 但是它是實心的 所以呢我們通常會幫客戶做抽空 就是變成空心的 那空心的話就只剩下50克 所以價格呢就會有所差異 會便宜很多喔 那空心的它的樣子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空心的樣子呢我們裡面會幫你做抽空 那抽空了以後我們也會幫你把它填起來 但這個只是方便拍攝 所以我們故意打空給各位看 這個列印鍵我們工程師已經設定好它的路徑了 所以呢我們直接到我們列印區 看它的列印成果吧 那剛剛訪問業務經理喔 其實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他們有一個新型的技術是傳統3D列印技術做不到的喔 以前呢我們在拆3D列印支撐的時候表面會非常的臭 那現在有了這個新型的技術喔 拆完支撐以後的表面喔 跟煤支撐其實是差不多的 等一下我們拿到東西喔 再來驗證看看業務經理講的是不是真的 在硬核工廠最厲害的就是 你下單完以後所有事情都不需要煩惱 該煩惱的是他們 但是他們會幫你解決所有的問題 現在這裡展示的只是他們的冰山一角喔 因為很多有簽保了一個月 所以就沒辦法拿出來展示 像這一個是光顧化列印喔 但是它是全控用在腳踏車的湧口展示 因為他們想要展示煞車線的走線其實是在完美的 但是憑心而論來講喔 拿在手上你很難發現它是3D列印做的 你找不到會有的 但是你亞克力就是直接塑膠是飆車而成的 這邊這個呢就是你在這邊3D列印打樣板 如果說你有正式量產想要做塑膠射出的需求 它這邊也是有非常專業的塑膠射出團隊可以幫你服務 那硬核最厲害的就是它各種材料都可以幫你處理到 好像這個是PVE的軟料 因為它是卡榫它有這個韌性的需求 所以它也可以像這樣子幫你用PVE做到好 另外我剛剛講到它厲害的就是它的霜料系統 像這一支手工具的把手它其實是軟料加硬料的結合 它在PIN的字樣之間是列印的非常清新 所以在正式量產之前的樣品打樣 頂質可以說是相當的好 當然他們也很喜歡挑戰極限 比如說光固化的材料做避震器 你可能以為它沒有實際的作用 但是我可以現場直接壓給你看 它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所以你在正式量產之前 你已經可以做樣品的物件測試 剛剛提到材料上的選擇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硬核就是非常專業 它會依照你的需求去挑選不同適合的材質 像我手上這兩樣呢 就是尼容 那尼容的好處就是它韌性特別好 今天的這樣薄件如果是用其他材料列印 可能就會有關折斷裂 現在尼容就有非常好的強度跟韌性 最後誰說3D列印沒辦法做量產 硬核它就實現了 這是電子大廠的通道設計 為什麼電子大廠會找硬核做小量產 因為它們在參數上面都調整的 非常穩定 就是你印了100個300個500個 到了第501個它的品質還是一樣的 另外除了FBM之外 它們的光固化也是非常的厲害 像這樣子的建築物參數式設計 因為列印的形狀非常細小 如果是用FBM的話 就比較容易失敗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上去看一下 它的光固化機台長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終於到樓上來看光固化設備的正面目了 光固化的材質的優勢呢 就是可以硬的比FBM還要更細緻 直處可以更精確 因為我們有控濕控溫 讓你的表面呢有更好的品質 我現在手上就是易拆支撐跟傳統的支撐 我們現在試一下易拆支撐到底是多好拆 我剛撲一下它就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傳統的支撐 拆到後面我已經沒耐心不想拆了 給各位看一下支撐拆完的成果 這邊是易拆支撐 然後左邊是傳統的支撐 可以看到它的細緻度其實是差蠻多的 所以易拆支撐的好處就是可以像右邊這樣保留比較完整的紋路 如果是傳統的支撐 可以看到它其實是有縫隙的 所以你支撐的表面呢會比較不美觀一點 現在進入最興奮的環節就是要來黏上我們的定封液 看一下密合陸的到底這樣子便宜的掃描器 跟我們的SHOPE 3D做的逆向到底能不能用 我想要我要上去 所以我們用SHOPE 3D畫出來的定封液 食品就是長這樣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最後如果你想要學畫圖的話呢 可以查一下SHOPE 3D非中文官網色法 這一套軟體是平板 Windows、Mac三個平台都可以共用 而且它是免費版的 當然畫完圖就會想要去驗證成品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硬核工廠的線上下單系統 就算你家沒有印表機也沒有關係 你就是把檔案上傳 然後它即時就會估價 如果說價格你覺得OK 那你再進行列印 這一次呢 就是我們的安全帽定封液的效果 可以說是非常的滿意 你在外面 其實是買不到類似這樣的配件 你只要學會掃描 建模這個過程 你都可以跟我一樣 來享受這個非常有樂趣的過程 最後我要把硬核工廠的連結 放在影片簡介下方 另外也有我專屬個人優惠碼 下單再打九折 有需要就去用 那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